大家好,歡迎來到週更中的S行者 這次帶大家來到位於139線上的壽命宮 入口位於139線到福山池對面 著名的雞雞牧場旁 來此踏青的旅客大多也會吃牧場內用餐 牧場內的用餐環境相當特殊 來到此整個心情放鬆 參觀園群欣賞歷史文化 飽菜一頓後再到祖寺北極玄天上帝的壽命宮祈福 享受壽命宮旁林園區的寧靜 這次前去也看到好幾組野餐的遊客 在樹下乘涼聊天看書喝茶吃水果 令人羨慕不已呀 是一條踏青旅遊兩鄉椅的好步道 就讓行者帶著大家一起 健行去吧 維基百科住宅 線道139號 北起彰化縣彰化市 南至南投縣入谷鄉出鄉 全場共計62.131公里 本縣為目前台灣第六場的縣道 週末假日來到這139縣 以往在疫情尚未爆發時 可謂是人潮不斷 無論是擠不進去的微熱山丘 還是踏不進去的天空之橋 亦或是根本只看得到人頭 看不到夜景的景觀餐廳 到處都是人滿為患 由於疫情關係 大家也多到戶外踏青旅遊為主 以往擠在封閉或過於洶湧的人潮去 倒是有減緩不少的跡象啊 青紅地雞精吃過幾次 口味不錯 服務人員也大多有禮貌 能夠在高溫環境下熬煮雞精 令人佩服 雞精堅持使用龍眼木炭炭燒骨法提煉 16個小時炭火隔水加熱 一斤雞肉煉成100cc 單純看到這些年輕孩子 辛苦工作下的成果 所以介紹一番啊 壽命宮祖室北極玄天上帝 陪寺觀聖帝君福德正神 一樓左邊相防 供奉寶生大帝 文昌帝君駐聲娘娘 右邊相防 供奉壽命宮開機長聖入位 二樓供奉斗姆及其他新君神位 三樓供奉觀世音菩薩及地藏王 寺廟室內環境清幽 廟旁則有森林草木園區 有一些水果小販 有一些長輩野餐 也有一些年輕情侶坐著聊天 一幅美好的假日畫面就該如此 歡迎大家有機會 也可以多來139線走走囉 若喜歡影片 歡迎點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S行者 我們下週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